封冰箱公所和卫福部华林医院110年度科技与医疗结合应用于社区整合服务计划成果展 12号盛达登场 过去一年多来不仅社区或医疗院所750多位长者的家人 透过长者手上佩戴的智慧手环可以记录监控长者日常健康生活 长者安心获得妥善照护 也让在外工作的子女家人可以放心 封冰箱200多位长者人手一指智慧手环 欢喜的来参加封冰箱公所及卫福部华林医院 110年度科技与医疗结合应用于社区整合服务计划的成果展 以自身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封冰箱长照2.0智慧化的成果 很安心在家里 我这女儿跟儿子在台北 他也知道马上不对劲马上给我讲 爸爸你在那里 我在家里 他说要小心 也是这样对我们的安全 所以这个公所这样的问题 这个公所也是很好 对我们这个卫星很好 封冰箱公所不仅贯彻执行政府长照2.0计划 从去年11月份起在国发会及东发基金计划经费易助 发送箱内总共750多位长者一指智慧手环 并透过电信业者及卫福部华林医院的协助提供健康数据捐测 及时的社区照护共同建构风并尝照安全安心的守护圈 外地的子女都会进入我们的APP里面 看到所有老人家的相关健康资讯 包括身体健康讯号 包括我们的测量量表 包括我们的健康存折 所以可以及时的关怀老人家 也可以跟我们的在地的健康管理人 跟我们村里长 甚至我们的医疗机构能够做密切的连结跟合作 透过科技与医疗的结合应用在社区整合服务计划 风冰箱公所成功达到了第一阶段的目标 医护出身的乡长江丽婷感恩表示 从前乡长邱富顺的发响到接任后全力实践 全都要感谢一路走来各相关单位的协助 以及风冰箱每一位长者的高度配合 我是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长辈 因为他们对健康的认知是从被动转为主动 已经习惯是有这个手环 好像这个手环戴在他们身上是一个守护他们的健康 年度计划告一段落 风冰箱长江丽婷表示 这不是长照2.0智慧化的结束 而是风冰箱长照模式2.0升级的开始 乡公所也将会全力争取推动 提供长者妥实照护 让长者快乐的在地老化 记者是玉兰风冰采访报道 Iron Wall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